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Python语言编程基础课程 因为这是第一节课 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彭亮 目前就读于美国犹他州立大学 在读计算机博士第四年 我的研究方向是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以及计算机视觉方向 目前我在佳能硅谷研究中心 做Computer Vision 也就是计算机视觉方向的研究工作 因为这是第一节课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门课的基本安排 以及Python这门语言 所以本节课我们的内容 就是对Python语言进行一个基本介绍 以及这门课的整体安排 好首先我们回到这门课的教学大纲 我们来看一下这门课的整体规划 关于这门课的基础要求 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任何的编程基础 因为是一门入门课 所以你可以是没有任何编程基础 但是想作为用Python作为编程语言来进行入门的学习 当然如果你有一定的编程基础 那也有帮助 如果你有对其他编程语言有基础 比如说Java或者C++ 现在想对Python进行学习 那么你也是非常适合于上这门课 好 对于这门课的前提要求 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要求 简单说就是 你会用使用电脑 可以打开和开机关机 你可以使用鼠标键盘 你知道怎么来在电脑上 创建文件夹和删除文件就够了 这门课的目标就是 我们想教会同学们达到以下技能 理解Python基本的基础用法 理解编程的基本思想 在上完这门课之后 希望同学们能够使用Python 进行基本的开发工作 当然在这门课的同时 我们也教会同学们 如何使用基本的开发环境 Eclipse 和它其中的一个Add-in Pydev 最后我们将会教同学们 如何使用Python 来进行简单的网页制作 开发和一些简单的游戏 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课程的设置大概是这样子的 总共有20小节的视频 每节小节视频的长度 大约是15分钟 也就是说这门课总长度 大概有5个小时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门课的 基本安排 所以我把这门课分为 大概一共有9个阶段 每个阶段 有2到3个小视频来组成 也就是说第一阶段 我们学一下课程概述 Python的特点 和基本的环境配置 后面我们将 涉及到不同的语法知识和实力 详情同学们可以仔细参照一下 这个大纲 稍后我会将文件上传到 网盘上给同学们分享 所以我们先说到今天第一节课 就是说我们有两个目标 首先介绍一下课程 基本上就介绍完毕了 第二我们来详细的讨论一下 Python这门语言的一些基本 了解一下这门语言的基础 和为什么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Python是一门 面向对象解释型资论机程序设计语言 它的发明是在1989年 有一个人叫Gudo Van Russell发明的 说起来有一个小故事 也就是这位大牛吧 他当时在89年的时候 一个Thanksgiving 也就是感恩节回到家觉得无聊 然后他就在想 那我发明你们语言吧 目前语言都太复杂了 所以就在这个思维下 他开始发明了Python语言 1991年公开版本第一次发行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大牛 确实它比较无聊的时候 它就能够发明语言 所以我们想人人要成为这种大牛的话 那世界将是 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好 说一点小故事 完了之后呢 Python在经济年来相当流行 它被广泛用于科学计算 以及众多开源科学计算的软件包接口 都提供为Python 举个例子 比如在图像识别方面 有一个Intel开发的Library 一个库叫OpenCB 就提供了Python的接口 Python呢 也是当今最受欢迎的语言之一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以下这个图 给大家呈现的这个Python 以及其他语言 进一些年的受欢迎的程度 好 这个图呢 我们看一下 Python从04年起 也就是这个 橙色的曲线 它的popularity 就是受欢迎程度一直在增长 我们可以在这个图表中看到一些熟悉 常听的语言 比如说Java 或者C++等等 然后最近的一些资料表明 在美国大学的这个计算机教育 Python已经成为最流行的语言 也就是说 在美国大学排名前十名的计算机系中 有八名 有八个系 都使用Python作为入门语言 来给大家教这个编程的基础 那为什么Python这么流行呢 我们讨论一下 它的基本的一些设计哲学和的优点 首先关于这个Python的作者 在最开始设计Python这本语言的时候 就强调几点 一定要把Python设计成一门优雅 明确 简单 而且可读性强的语言 怎么理解这么几点呢 我们一会讨论结合实例 会给同学们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编程语言 由开发者来描写 但是呢 一个好的程序员 他写的语言是可读性比较强的 也就是说 不是这个语言的作者 那他看到这个语言的程序 也能看懂是什么意思 Python 就是在这种理念上 创造的这种语言 它有诸多优点 但是说设计哲学这几点 本身就属于它的优点 还有呢 就是Python的其他优点 比如说它功能非常强大 然后对于程序员来讲 它非常效率高 而且对于新手来讲 它很容易上手 语法非常简洁 也造成开发效率非常高 好 那我们看一下 Python语言的用途 到底有多广呢 我这只是列举了几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页开发 可以使用Python 当然我们常说的这种可视化 就是 UI Graphic User Interface 界面的开发 可以用于网络方面的编程 可以作为系统编程 数据分析 如今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这个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方面Python非常强大 还有涉及到比如说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方面 Python有各种各样的crew来支持 还有呢 比如说像Google使用的这种网络爬虫 还有很大的 很多方面的科学计算 都是用到Python 这就是一些例子了 当然用途还有很多很多 好 那同学们可能好奇 哪些著名网站是用Python来实现的呢 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著名的这个Yahoo地图 就是用Python写的 还有在Google的很多很多服务里面 都是用Python写的 还有大家可能知道的 国外非常流行的这个视频上传的网站 YouTube 它也是用Python来实现的 国内的网站豆瓣网的基本构架 都是用Python实现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些了 所以很多很多 其实有成千上万的网站 都是用Python来实现的 好 那同学们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Python这么强大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地方 能体现出这些优点呢 好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不管有没有编程基础 我们可以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 以C++ Java和Python为例 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编程里面最入门的 基本的一个第一课吧 大家一般都会来打印一个 Hello World这样一个语句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三门语言 有什么区别在这方面 来简单的先了解一下 Python为什么说它简洁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如果要打印出来 Hello World来讲 在C++语言中我们需要写出怎么样的代码 首先我们要引入一个 IoStream的 还要引入一个package 就是Namespace 然后呢我们要写一个主函数 Main函数 在Main函数的里面 我们写Cout 然后有一个Hello World这样一个Stream 还有一个Return的Statement 好 这大概是一个C++的结构 不理解没有关系 我们在这个对比 只是为了大家 有一个印象上的感觉 就是三种语言的简洁程度 随后我们会仔细细的讲解 每一部分的功能 然后Java 大概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们定义一个Public的类 Main函数 然后呢在里面呢 这个类里面 我们有一个Main函数 在这个函数内呢 我们有一个System.out.print Name Hello World 是这样一个形式来实现 好 同学们已经看到了C++和Java里面 对打印出来Hello World一个实现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Python是怎么实现 其实在Python里面非常简单 就有一行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直接就是print 然后跟着是一个string 就是Hello World 就是这样 所以从这个例子 大家也能看出来 Python为什么这么简洁 我们对比一下这个代码的量 在C++里面我们有 1 2 3 4 5 6 7 七行代码差不多 在Java里面有1 2 3 4 5 6 就6行代码 在Python里面就1行代码 就实现了这个 打印出来Hello World 这样一个简单的语句打印 所以从这个最简单最长的对比 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一点 Python语言的简洁 然后随后我们的课上 将会给大家具体的介绍 每一部分Python语言的使用 以及基础 好 我们想展望一下下节课的内容 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开始真正给大家介绍 Python的环境安装开始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如何对Python进行安装和环境配置 以及相关的一些 用来跑Python的一些包 还有在Windows的Command Line 命运行里面如何来跑Python 这是后面两节课的内容 从第二阶段开始 我们将开始介绍基本的数据类型 数据结构 以及其他Python的用法 然后呢 在后面我们将涉及到一些 关于这个控制流呀 输入输出的问题 然后在第六第七阶段 我们将进行这个异常处理介绍 以及简单介绍一下 Python这种面向对象的 变成基本原理 在课程的最后阶段呢 我们将给大家 把所有前面学过的这些知识 结合起来 给大家教一下 如何用我们学到的东西呢 可以做出一个 小的图形界面的游戏 并且呢 我们可以用Python 可以实践一些 简单有交互的网易设计 好 今天的课程 基本就是这样 感谢观看 等会儿 大支 下边 大支 大支